中國的防疫不再是動態清零 而是防疫大解封了嗎 只是這個解封之後 卻讓確診數暴增 亂象頻傳 到底怎麼回事 另外美國跟中國都在力拚外交突破 一個跟非洲合作 另外一個則是跟沙烏地阿拉伯 美中互挖牆角 全世界都在關注 今天大世界話題將一塊帶您來討論 首先進一步就來談論到的是中國疫情 防控方式似乎從極端清零到現在 幾乎是躺平了嗎 卻引爆了新一波的確診潮 各地更是亂象頻傳 首先來看看醫院端 醫護染疫的亂象真的是頻傳 因為在四川的部分就有醫師說了 很多醫院都擠爆了非常多人 而且每天來就醫的人潮很多 發燒病患來到了七百到八百人 但重點是這個醫院沒有提供任何特殊的保護措施 所以醫師無奈認為會有不少人都被感染 另外在成都就有醫護人員說 他一個晚上竟然一個人就要服務兩百名病患 而在北京更有些醫院的醫護職員已經有高達八成的醫護都確診了 但重點是真的太多人確診了 所以人力短缺 所以這些確診的醫護還被迫要繼續工作 同樣狀況也發生在武漢 也有多名的醫生確診得繼續上工 醫護確診還得辛苦賣命 所以目前看來這個中國確診人數持續上升 北京就有一間醫院的太平間的員工 日前在微信朋友圈表示 北京近日死亡率上升 導致了遺體火化時間 最少其實都要排非常久 都要排個五到七天 所以遺體這個積存的情況非常嚴重 官方就強調了確診死亡者二十四小時內就要火化 而且不管你是港澳台人都要比照辦理 只是現在狀況似乎沒有辦法及時處理 所以這個冰櫃焚化爐都是嚴重不足 所以在確診數不停攀升 民眾等不了政府幫忙 只能想辦法自救 多個大城市其實疫情都是迅速的蔓延擴散 民眾紛紛湧向了藥房跟醫院來購買防疫藥 很多藥都被掃光了 大城市買不到 就民眾只好委託一些親朋好友 帶一些外縣式的親朋好友來代購 範圍算是遠到了湖南甘肅等省份 而公不應求卻讓這些防疫藥相關的類股 是暴漲 這股價竟然短時間內暴漲了百分之七十 另外冰藏業的股價也暴漲了百分之六十 就像剛剛提到的 很多人都在搶藥 也有專家建議可以緩解疫情的相關保健食品 還有些水果也被瘋搶 像是黃桃 電解水跟檸檬 大家通通都想買 甚至一顆檸檬 被喊到了臺幣四十五塊錢 重點是你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萬象真的非常多 其實很多人就會好奇了中國疫情 為什麼會突然這麼炸開來 因為從他們官方數字來看 這疫情似乎是蠻平緩的 像是十四號的本土確診數是一千九百四十四例 而且閉墨的人數是零 只是很多人都懷疑 這根本就是被蓋牌了 因為看以下幾個例子就可以知道 這狀況真的是蠻失控的 因為在中國長沙就有家公司 他們這間公司小公司只有三十六個人 重點這三十六個人裡面 只有兩個人沒有染疫 換言只有三十四個人通通染疫 所以超過九成人都確診了 恐怕會影響到整個營運 所以公司就公告了 規定說陽性者是比較多數的 所以這些人通通都上班 沒有確診了兩個人 反而是直接在家裡居家隔離 另外在瀋陽的狀況 瀋陽似乎跟他這個瀋陽市民一樣 變成全陽市了嗎 因為其中的聖經醫院被擠爆 不論是走廊還有廣場 通通都是人山恩海 中國的科普作家方舟子 就推文諷刺的說 目前官方公佈向北京 只有五十例的重症 所以看起來這個北京 馬上就要清零了 然後宣布防疫勝利了嗎 他更表示 竟然依官方的立場 相關疫情在中國 是幾乎不會死人的病 那之前的封城大城 是勞民傷財來瞎折騰的嗎 因為就像我們最先前講到的 中國官方通報的數字 不升反降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 到底怎麼回事 而衛健委就解釋 因為今日公佈的數據 為什麼會不升反降 是因為防控是調整優化 是以願意採檢者為主 所以這個數據才會慢慢的減少 對此WTO的執行主任 就有一些看法 他說中國疫情早在政府放棄清零 以前就已經呈現爆炸式的增長 並非因為突然放棄嚴格的防疫 才導致 但不管如何 北京當局當然是不能自打嘴巴 還是要裝作疫情 沒有那麼嚴重 就算看起來北京疫情是大爆發 但中國還是要照計畫 如期在十五號的時候 是召開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表面看起來一切生活是照常不受影響 不是 只是現在中國想要置身事外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對於新冠疫情的起源 大家一直在討論 眾說紛紜 中國是否認跟其中是有關係 只是根據美邦最新報告顯示 是有跡象表明病毒可能跟中國生物武器的研究計畫有關係 現在這些車輛已經到長安街了 完了是這都是寄存的 你還別說預約火化 你存都存不了你更何況去火化了 你走走這車 這昨天開始排的不是說今天 一輛輛車子從白天等到黑夜 隊伍依舊看不見鏡頭 北京疫情反撲確診死亡數爆炸式增加 導致殯儀館外大排長龍 還有網友發文說父親在家中過世 聯繫多家殯儀館都無法存放 甚至還有醫院通知 預約火化最少要抓五到七天 這樣的消息被殯儀館員工證實 網路名人方舟子痛批 難道要重演印度當街燒屍體的景象嗎 他同時貼出北京衛健委12號發出的文件 要求新冠死亡患者原則上兩小時 聯繫殯儀館而且不得舉行任何告別儀式 須就地火化不止火化要排隊 買藥也要排如今就連這裡也湧現人潮 大家爭先恐後追著滿載檸檬的車子 全是想第一時間拿到原因出自於這段話 沒有症狀或者就有點鼻塞 那麼你就用點新鮮檸檬泡溫水喝就行 檸檬療法引發民眾搶購 許多地方出現檸檬荒 電商平台也被搶購一空 有商家甚至轟抬到一顆約四十塊台幣 群體免疫不足卻火速解封 迎來確診數大爆炸 湖南長沙一間公司甚至慘到隔離陰性員工 才得以確保公司正常營運 但官方倒是很淡定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十三號到北京市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 轉達習近平總書記對首都人民的關心問候 孫春蘭考察北京多家醫院貫徹習近平的防疫指示 但痛篇報導未見清零字眼 北京當局把工作重心從防控感染轉到醫療救治上 而紡視影片特意釋出藥局貨架白滿藥品 似乎是想洗白藥局缺藥的現象 中國各地迎來解封 本該是好事一裝 但現實卻是 北京街道空蕩蕩宛如鬼城 民眾開啟自封模式 世衛官員直說 中國確診數早就已經暴增 跟有沒有松綁防疫關係不大 世衛認為Omicron的傳播力超強 讓遏制病毒的公衛和社會措施 無用武之地 因此政策轉彎早已不是重點 整個社會和醫療的應對能力 才是決定能否戰勝病毒的關鍵 三立新聞葉劉報導 另外一場國際大社來關注這場峰會 是來自非洲四十九國的領袖 以及非洲領袖的代表團 十三號起在華府參加 為期三天的美飛領袖峰會 這是美國從二零一四年以來 首次舉辦這類的峰會 儘管拜登政府試圖要減少外界的猜測 認為美飛峰會是由於中國 在非洲日益加深影響而促成的 而白宮發言人也表示 這回峰會是為了非洲而而開 跟中國沒有關係 只是背後原因還是起人疑鬥 而這場峰會是有兩項重大的結論 美國跟非洲各國是簽署了一個合作備忘錄 這個合作備忘錄是個全新的貿易投資合作協議 內容涵蓋了永續能源農業還有基礎建售等等 而且先前承諾未來三年在非洲投資五百五十億美元 這只是開始二零五年前也將赤資四十億美元 是培訓衛生工作人員 就聊回剛剛一開始提到的中國 為什麼美國有機會能跟非洲進一步合作 就是先前非洲國家跟中國合作經驗 似乎沒有那麼愉快 首先來看到是中國斥資了四十七億美元 打造的肯亞鐵路 卻導致了腐敗從生 債務累累 二零一七年 中共是以後勤保障之名 正式啟用位於非洲東部的 吉布地基地 成為了共軍首座海外的軍事基地 只是這地方跟美國東岸 只隔著一片大西洋 對於美國而言無疑是火燒到家門前 不得不提防 最後還有中國在奈吉利亞的深水港項目 耗資了台幣四百八十二億元 在中國非洲一帶一路的指標項目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否會讓一帶一路迎來倒債潮 也引發了討論 而講到國與國之間的合作 就要進一步聊到 這合作的規模跟排場 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0號 也結束了沙烏地阿拉伯之行 中國外長王毅形容 這是中國對阿拉伯世界規模最大 而且這個規模最高的外交行動 因為他總共簽署了二十份的合作文件 涵蓋了共建一帶一路 能源投資跟司法 教育新聞等等領域 聯合聲明也指出了 是加強全面的戰略夥伴合作 而且元首每半年就會舉行一次會晤 這進一步來看還是有兩項議題是未解的 因為中國跟阿拉伯的自由貿易沒有實質的進展 重點是這個在貿易這整個崩會當中 這件事情也完全沒有被提及 另外中國一直希望購買石油 能不能以人民幣來結算呢 但是沙烏底阿拉伯大臣就直言了 我們對此是一無所知 其實兩國之間對於人民幣計價石油契約的談判 已經斷斷續續談了六年之久 但遲遲還是沒有進展 所以看起來中國跟美國真的都在積極拓展外交 但是排場卻是大不同 因為來看十二月八號的時候 習近平是搭專機抵達了阿拉伯首都時 受到了非常隆重的熱烈歡迎 像是有戰機護航禮炮歡迎 更象徵中國的紅黃兩色的彩帶 還化過了天空 就連親王也親自來迎接 只是回顧在七月中的時候 美國總統拜登出榜 沙國王廚卻只以碰瓊裡來打招呼 兩相對比真的差很大 甚至拜登到沙國還空手而回 包含他要推動增產石油 還有組成涵蓋以色列在內的中東安全聯盟 兩大目標都失敗了 所以是否也讓美方才想把這個合作目標 改到了非洲引發了外界討論 公開讚揚美非關係 美國總統拜登十四號在白宮 設宴接待非洲聯盟領袖 不但在現場與貴賓熱烈聊天 還點上蠟燭 看起來氣氛融洽 讓遠道而來的領袖們感到冰質如歸 拜登本次在美非峰會談話簡短貼心當神話一哥 因為知道非洲領袖 心系氏族 他願意行動跟非洲國家搏感情 各國領導人眼神專注 緊盯眼前大螢幕 拜登也坐下來跟非洲領導人關心四強賽 除了用足球抓住他們的心 拜登也要砸大錢拉攏人心 拜登誠意滿滿 承諾投資非洲超過一百五十億美元 發展雙邊貿易與投資 他表示這番做法 不是要創造政治義務 而是要促進共同的成功和機會 把非洲命運和美國連在一起 拜登演說言辭激昂 雖然沒有講明 要與哪個國家互別苗頭 但很明顯的就是見指在非洲大力耕耘的中國 奧斯汀表示中國採取與美國不同的做法 在非洲大肆擴張影響力 同樣構成威脅的還有他 點名中俄破壞非洲穩定 北京當局隨即重炮回擊 中國是非洲的好朋友 好夥伴 好兄弟 中非合作平等相待 互利共贏 光明磊落 成果豐碩 受到非洲人民真誠歡迎 美方應當尊重非洲人民意願 拿出實實在在的行動幫助非洲發展 而不是在抹黑攻擊別國上面大做文章 事實上不只美國極力示好非洲 中國先前也是大動作訪問中東 雙方你來我往互挖牆角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我們要更續中海友誼傳統 以建立中海戰略夥伴關係為契機 充實中海關係戰略內涵 習近平在中阿峰會努力推動以人民幣購買石油和天然氣 但沙烏地阿拉伯官員卻表示 現在還不是時候 也沒聽說這件事 顯見成果並不如原先預期的樂觀 分析認為 本次中阿峰會的重要意義 其實不在貿易石油方面 而是在政治外交層面 習近平不願意棄手中東地區 就是想與美國一定程度抗衡 而中東地區也期待與北京合作 但不意味著要完全脫離美國 畢竟中東國家的終極目的是平衡外交 想在中美兩國之間追求其利益最大化 三立新聞葉劉報導 剛好 优优优优优osition